是 阳光酒店总经与张阳丑事 遭人揭发 张阳靠迎娶阳光酒店董事长女儿 进入阳光酒店 再一步步将酒店章为己有 在这之前 她怎么有一次婚呢 快点 起来了 来来来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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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阳靠迎娶 张阳靠迎娶 张阳能不能被前线 还要让我们弄下 你们真的吗 现在网上留下 你们的故事情况 这是真的吗 您还和阳光泉 总统长的组织女离婚了 请问这是事实吗 网上流传的事情都是造谣 都是假的 不是事实 你让开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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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总啊 现在在网上流传的传闻是什么 我不知道啊 你最好赶紧搞清楚 不然你总经理的位置 我可保不住 我知道了 我一定会查清楚 到时候给你电话 喂 贺总啊 你别担心 全是胡说八道 那是造谣 好 我知道了 知道了 什么 好 我知道了 再见 林诚 林诚 你出来 怎么了 姐 网上的帖子是不是你写的 啊 是我写的 姐 我不会让他再欺负咱们吧 我要让他受到应有的惩罚 那你也不能写阳光酒店的名字 你这个样子 会把阳光酒店的形象给毁了 你知道吗 姐 现在管不了这么多了 你跟邓总现在不在酒店 现在总经理是张阳 你怎么 谁啊 谁 你开门 是我 我 干嘛 你开门 有什么话改天再说吧 我现在不想看见你 网上写的是不是你们写的 是我写的怎么了 是你发的你 我发过你了 走啊 你给我写胖子 张阳 咱有什么话出去说 我不想那么往我家 你不出来 姐 不行 你怎么着呢 是你 有什么事我再想说 你在网上不是瞎说什么呢 不是你弄的吗 什么是我弄的啊 什么是我弄的啊 不是你弄的吧 别看见了 谁看见我弄的了 不理解的了 立成 立成 你别冲到立成 别管我 立成 立成 不行 我活了是不是 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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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啥你 你们是想合起伙来回我 是吧 林成在网上写的哪句话是假的 毁你的 不是我 也不是林成 是你自己 有证据吗 一定会找到的 没证据 它就是诽谤 知道诽谤罪吗 是要坐牢的 我妈就可以作证 我妈出车祸就是你害的 那你妈怎么不去告我 怎么不报警啊 我在最后一次警告你啊 赶紧把你那些言论给我删了 不然别怪我翻脸无情 立成 立成 你别说我都好不好 这么大事为什么不跟我说 我这不是怕连累你们吗 都是一家人 有什么连累不连累的 立成 我支持你 这小子干了那么多坏事 你应该介怕他 这事情你别管了 跟你们有关系 跟我有关系 有什么关系 张扬现在想吞掉阳光酒店 邓伯伯对我那么好 蓝芯对我来说就是我的妹妹 放心吧 我支持你们 我支持你们 会找到证据的 走 走 走 喂 向辰 林叔啊 在干嘛呢 我还能干嘛呀 我就知道 你还在烦心临成的事情 今天张扬的态度你也看到了 我真的害怕 他真的会起诉临成 从明天开始 我会一家一家地去调查 建设快捷酒店的供应商 李阿姨的事情既然没有了线索 那么我们就要从别的地方下手 如果搬倒张扬 凌晨自然没事了 可是 现在有什么可视的 现在关联到酒店的事情可大可小 我怕会影响酒店的声誉 比起张扬来说 这点影响不算什么 如果让张扬继续留在阳光酒店 掌握大全 那酒店迟早会出问题的 我再想想吧 拜拜 拜拜 好 老公 有人找你 小剑 来了 事情查得怎么样了 张扬以前的两个手下 估计就是打伤凌晨的两个人 还有夫人这边 车祸现场我也去看了 确实没有人看到发生了什么 我明白了 那你要继续地再查 明白了 邓总 对了 还有一件事 这是什么 这是凌晨昨天在网络上 发表的一篇文章 揭露了阳光酒店总经理 张扬的所作所为 凌晨 我们看看老公 现在事情已经曝光 很多媒体都盯上了张扬 而且还有很多媒体 准备去您家里面采访夫人 我建议夫人这两天最好避一避 那张扬那边现在有什么动静 据我所知张扬暂时不会有异动 这两天媒体采访的事 已经搞得他焦头烂额了 而且可能也分身乏数 那那个家伙 会不会找我们家凌晨麻烦呀 这一点可不好说 现在为了缓解舆论压力 张扬很可能会以诽谤罪来 起诉凌晨 老公 你怎么办啊 有事儿吗 任成已经把那些消息都删除了 你是不是可以放过他了 我想放过他 但现在没办法 你还想干吗 你无非就是想让我们这些人都消失 对吗 你现在已经掌握了阳光的大权 我也已经辞职 我也答应过你 不会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你还想要什么 我想要平息一论 这件事情反响太大了 网络上铺天盖地 你看酒店所有的出口 全是记者堆满了 它已经严重影响了阳光集团的形象 我必须给所有人一个交代 不然的话阳光都没法营业了 所以没办法 只能牺牲你弟弟了 凌晨还年轻 算我求你了 你放过他好吗 如果我不告凌晨 这件事受不了我 他自己做的事 让他自己承担吧 张扬 别怨我 对不起 你也别怨我 你放心吧 凌晨她现在已经是大人了 不会有事的 我是怕张扬她苟接着跳墙 她以前的话还真说不准呢 可是她现在是阳光酒店的总经理 而且才又刚刚出了这么大的疲漏 她就是想要有任何的动作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放心吧 这个位置我坐过 好多人盯着呢 没那么舒服的 向晨 来了 来吧 怎么了 向晨 我有事想跟你说 这是什么时候拿到的 既然有证据 为什么不去接管张扬 我有很多的顾虑 这些账本一旦公开 邓总逃不了关系 还有何阿姨也会受牵连的 所以 我今天看见张扬了 她准备正式起诉临城 所以我要把这些 交给公安局 你之前没有把证据交给公安局 是怕我为难吗 不全是 还有对酒店 对邓总的顾虑 不全是 我替你去公安局 我妈是成年人 如果她做错事情 那她一定要承担后果 还有你 你已经做了很多了 不要再为了谁而委屈自己 这是临城唯一的希望 一定可以占上鞋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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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张总 刚才前台说有警察的酒店找您 我知道了 你跟他们说我不在 张阳在吗 张总他先生人不在 你们有什么事吗 他有说过去哪儿吗 抱歉 张总他没说 打电话 关机 怎么回事啊 张阳 你怎么突然就急急忙忙的要走啊 你这事上哪儿去啊 你跟妈说一下 你 妈 你那边以前 有啊 那就行 妈 这两天会有警察来找你 你说什么 你别担心 他们问你什么你就说不知道 而且别告诉他们我喝点酒 有事我会找你回来 走吧 那你是去哪儿啊 别问问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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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酒吧打个电话 你保重吧 来 来 张阳 张 妈 什么事你慌慌张张的 刚才公司来电话了 说警察今天去酒店抓张阳 他跑了 怎么回事啊 看来这网上说的都是真的 那假的 他能跑吗 这种人呢 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 据说 是张阳在做项目的时候 财务方面出了问题 林叔和相辰找到了证据 采扬张阳县的原刑 这蓝芯哪 亏得给他离婚了 要不然呢 咱们家多丢人呢 就是 不是啊 姐 哥 你们没事吧 没事 张阳跑了 跑了 怎么会跑呢 怎么会跑呢 总之以后 张阳不会再来害我们了 妈妈 向南叔叔 对呀 季佳 拿来是什么呀 这是我画的姨父和小姨 姨父和小姨 佳佳 你画这个干什么呀 送给姨父 为什么要送给姨父啊 因为我和姨父约好了呀 我要画画送给他 佳佳 我们最近看不到姨父 为什么要向陈叔叔 姨父最近 你为什么要这样的故障 佳佳 回屋宝去 别问了他 好 来 佳佳 赶紧回去吧 佳佳还等着你吧 没事 我送送你 要不是你 事情也不会那么顺利 都是我应该做的吧 什么叫应该啊 为了我 把你妈都给害了 丁叔 我妈的事情不用太在意 她应该没事 我已经跟警察说了 是我妈让我典具她的 他们一个宽大处理 向陈 真的谢谢你 谢我干什么呀 我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佳佳 张杨 已经是她的爸爸了 她不配做佳佳的爸爸 可你瞒得了意识 瞒不了一世啊 佳佳迟早会迟早的 放心吧 佳佳不会有事的 不用担心 好了 回去吧 那你赶紧回去吧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怎么搞得满城风云的 向陈 张杨潜逃的事 网上搞得沸沸扬扬的 到底咋回事 网上说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 林叔这一家人哪 我看没一个正常的 以后离他们远点 你明明知道我做不到 为什么要逼我呢 妈 警察到现在都没有找到张杨呢 是啊 你还别说 这个张杨还真挺厉害的 都躲了这么多天了 你怎么回事啊 蓝星 张杨就没有跟你联系过吗 他 他怎么会联系我 难道他现在还指望我帮他 都离婚了 联系什么呀你 也是 妈 明明 蓝星 你怎么回来了 我回来拿几件明觉的衣服 李琴 你别以为张杨的时候曝光了 我们就会原谅你 还有 我们不想看到你 麻烦你不要再来我们家了 蓝星 李琴 明觉现在怎么样了 他天天守着你 也不让我们看他 他这两天情况好点了 不过医生说 他腹部还是有积水 还有积水 那你为什么不早给我们说呢 明觉到现在还不让我告诉你们呢 说是怕你们担心 你这样 妈 你到明明的房间 赶快准备点衣服 我给你一块儿到医院看看去 好 妈 您就这么原谅他了 我这会儿哪有时间跟他生气啊 你也收拾收拾 咱到医院看你哥去 爱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都处理完了 阿姨还好吗 放心吧 没事了 阿姨是不是特别生气啊 生气是肯定的 但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警察那边有消息吗 没消息 张阳就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 一定会找到的 对了 你现在是不是要去接佳佳啊 是啊 正准备去啊 那我也去 咱们一会延门口见 马上一起吃饭 你还有工作呢 就别折腾了 工作哪有你重要啊 就这样啊 待会儿见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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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找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你咳嗽明明来了 哥 你在咳嗽啊 咳嗽我 你咳嗽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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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喝点水 血 血 血 喂 儿子 你可算来电话了 你在哪儿啊 妈 我挺好的 你最近怎么样了 他们有没有为难你啊 好好 妈都这把年纪了 他们还能怎么为难妈呀 没事的 你放心吧 妈就是 就是 担心你 我没事 妈 都怪我不好 我没本事 到最后 还是没有让你过上好日子 什么好日子不好日子的 妈就不是这个命 其实妈想想以前的苦日子也挺好的 至少心里踏实啊 你就在妈的身边 妈天天都能看见你 现在可好 妈想你的时候 都见不着面了 一想起你在外面挨饿受冻的 妈的心就疼了 妈 妈 你别哭啊 妈现在啊 天天都提心吊胆的 天天晚上都做噩梦 省怕你有个三长两短的 儿子 咱错都错了 咱就认个错吧 咱去自首去 咱至少啊 能够争取宽大处理 至少咱们母子以后还能见面呢 妈 我要现在自首的话 我这辈子估计 都得在监狱过了 我不想那么活着 您可死了我也不想那么活着 傻孩子 什么死不死的呀 你死了妈怎么办呢 妈就你这么一个亲人 你舍得扔下妈不管吗 妈 妈真后悔当初没有拦着你 妈肠子都毁清了呀 我不后悔 我就是想让咱们 娘俩能过上好日子 所以我一点都不好 就算输了 就算输了 也得输得又无情 反正我现在什么都没了 不是的儿子 你还有妈 你还有妈还有佳佳呢 佳佳是你的儿子 她是你的亲姑娘 难道你就不想看到她生儿育 不想看到她长大成人吗 回家吧啊 没事你回家 妈妈 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要你 都舍弃你了 妈要你啊 妈等着你 你赶紧回来吧 妈不想这样了 妈受不了了 妈妈 妈等着你回来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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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家 家家 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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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二 三 走 晓晓 又画什么呢 这是我画的姨父和小姨 妈妈 姨父是不是去了别的地方 是啊 那她什么时候回来 我要把画送给她 为什么要送给她 佳佳自己留着不好吗 因为姨父对我很好玩 她带我吃饭 还给我买东西 我喜欢姨父 等我把画送给了她 我还要画外公外婆 佳佳 你喜欢姨父啊 嗯 妈妈 我想去找姨父 我要把画送给她 妈妈 我想去找姨父 谢谢 不要 不要 来 来 小佳 去幼儿园要听老师的话哦 我最乖的 今天幼儿园的老师还表扬我了 是吗 嗯 你真棒 来 喂 叶叔 喂 妈妈 你怎么不说话了 佳佳 叶叔我知道你的天 我想见一下佳佳 行吗 叶叔 我自己做错的事 不会得到惩罚 我求你让我见佳佳一次 就一次了 行吗 那好吧 你在哪儿 妈 医师们都在会诊呢 那结果什么时候弄出来啊 应该快了吧 你说这好好的怎么会吐血了呢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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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儿子怎么样啊 现在病人 肝硬化已经非常严重了 除了腹腔有大量积碎以外 已经出现并发症 很可能有生命危险 医生 那我哥会怎么样 医生 我们该怎么办 你该怎么办呢 现在最好的方法 根据国内外的临床经验 就是马上给病人进行肝脏移植搜索 我的肝 我给我儿子捐起来 行吗 捐肝的话 必须各项条件 多符合病人的匹配要求 你们家族得有个思想准备 对不起 对不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女神 谢谢你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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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移植中心呢 联系了吗 要等移植中心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 现在肝员本来就很少 需要肝脏移植的人又很多 那爸可怎么办 妈妈 你不自己一个人在上面干什么 但是我希望你以后不要再来打扰贾佳了 放心 我以后永远也不会再打扰你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我儿子 贾佳 你关外在这儿等妈妈 妈妈一会儿就回来好吗 你答应妈妈 你在这儿自己玩一会儿 别乱动 别乱跑啊 张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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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宁